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鼠婉 今天一开始我们都会看个报章 今天感觉特别要做一下民生服务 对于喜欢来香港 不论是旅游物工的朋友 接下来也要注意 因为现在在香港要扩大讨论 做一个公众咨询 就跟抽烟有关系 说现在要研译辣椒控烟 进边行边稀 之后我们还会做更多的关注 先做国际聚焦 刚才说辣椒控烟 北约峰会开完会了之后 他们言什么样的辣椒 能够履行对于乌克兰的安全承诺呢 特别是我们都知道了相关的动向 但是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 但它提供了一些长期的安全保证 而且在当中 北约乌克兰理事会正式成立 他们礼拜三呢 就是开第一次的会议 即便如此来看看各家 法广这里说 七国集团发表联合声明 承诺对乌克兰是长期支持 请注意泽连斯基是说 需要制度的确定性 记不记得昨天大家看到的标题 说他认为是荒谬 没让他们加入北约是荒谬 另外呢 再看台湾媒体消息 说乌克兰入不了北约 但居其承诺长期军援 经济日报呢 这篇有一篇思考说 乌克兰反攻成败 成加入北约条件嘛 他给了一个问号 同时呢 这篇文章认为 看起来乌克兰没有成功入北约 但是呢 他还是争取到北约 向乌克兰提供一个长期的安全保证 所以认为呢 这个部分还是算成功 但我认为这个部分呢 并不能用成不成功去看待 因为对于泽连斯基来说 他认为最务实的一个条件 就是让他们实际加入北约 而且这个长期安全承诺保障呢 是什么呢 在当中说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 但是并没有说时间表 也没有说到底确定的方式是什么 金融时报这里呢 有一篇文章则是凸显了 在这一次北约峰会当中 大家心里之间的一些小旧旧 你看这个 在这张照片上 泽连斯基的表情呢 还是很严肃 这是有人分析 就是说他当中也有将领提到 特别是对于英国方面 英国的防卫长呢 就认为说 其实乌克兰应该对于 他们支援的军事武器 要抱怀的感激之情 而不是呢 好像把他们当作那个Amazon一样 就是亚马逊一样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因为泽连斯基开出了很多的武器清单 那么在当中 大家讨论私底下磋商的时候呢 其实相信 也有比较多务实的一些情绪的表达 我们要注意 因为近期 像是在英国 还有法国都主动表明 要提供乌克兰更多的一些先进武器 但是实际上有一个民调的风向 在欧洲 其实包括美国在内 他们对于军援乌克兰的态度 异象比起去年都是有点下滑 所以在这篇文章当中呢 报道当中看到的是一个气氛 接着来看 经济日报说 北约批准冷战后最全面区域防疫 防疫 另外呢 中国时报说俄乌停战 板门店模式行得通吗 以及信报说 普京内患未除 而且外优更甚 我们先说这个板门店模式 这是一个研究学者的文章 他在当中提出了近期对于西方 对乌克兰心情的一个观察 当中说到了 因为这次有个统计 千亿美金的军费提供乌克兰 但是呢 这对西方国家来讲 是一个机会成本 并不能算是很大 但是长期以来 若是这个战事一下打了十年 这个成本累积起来 又没有用在民生社会福祉上面 就引起很大的诟病 还有在支持武器 继续提供乌克兰的意向上面 民调是有下降的 另外就是当中 北约不断地关注到 中国势力的影响 还有就是有多国 开始找其他的货币交易 绕过美元 因为他们担心 也跟俄罗斯一样 突然间美元有个变动 又要用制裁手段的话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篇文章最后是说 北极熊呢最能耐寒了 而且冬天快要来了 这个言下之意 所以说普京也还年轻 能不能用板门店模式和谈 可能人家也并不买账 另外呢接续再看的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 有这几张照片可以看一看 其实这是战争中报道的 另外一个角度 你看这几张照片 是因为乌克兰反攻有进展 突破俄罗斯的防御攻势 乌克兰的士兵进入到这一块 在他们口中是原先属于 他们土地上之后呢 他们觉得心情很复杂 在当中看到俄罗斯士兵 留下大量的东西 比如说有西伯利亚 江国所制成的果酱 然后也有一些军袋 茶袋 然后上面也写的必胜 还有一堆的 留下来的臭袜子等等的 但是呢 这些乌克兰士兵说 他们心情并没有办法 兴奋起来 因为对他们来讲 你说这个战场上无情 此刻对他们来讲 只有他们自己的心里 感受最为清晰 另外呢 这个同样是纽石的报道 就是则是说 在拜登对乌克兰的承诺当中 他也再次提到说 他美国并不会摇摆 但是纽约时报自己在侧面 他这篇报道也批判 就说是如此 但是你这个承诺 你也没说出具体的一个部分 另外呢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这次暴露一个消息 是说乌克兰 他们现在正在调查 当俄军进入了 这个梅利托波尔时 控制他们有数百家企业呢 为什么突然间这个老东家都换人了 都益主了 是有这么一样的一个官司征战 好 看到目前为止 总和一下这次的北约峰会 我其实有一个深深的感触 我们看到目前为止 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其实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上 并没有真正要到 他觉得最务实的东西 而且西方呢 或许更想看到的是 乌克兰继续透过更多的生命代价 流更多的血 以换取对俄罗斯进一步的消耗 这是不是西方的算盘呢 所以这个故事呢 就告诉我们 这个一个国家 必须自立自强 才有自主权和话语权 也才有这个能力 能够不惜甚至不怕 以斗争的方式 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接着来看这个是土耳其 就是这一次关于瑞典入北约 土耳其埃尔多安表示支持 那这个F-16战机 是不是交换条件 现在看来呢 这个确实受到讨论 这是一个交换条件 因为美国呢 包括军方确实私底下讨论 是否会把F-16输给土耳其 铺平道路 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 也有这么样的一个讨论 因为土耳其是很想买F-16 但是他之前一直认为呢 是受到阻挠 同时在看北约公报这次当中 其实昨天南华早报提到 他也算了一下字数 三百多个字 又是有个一番 针对中国的一个言论 我们再看 那当中呢 这个中央日报提到说 北约峰会联合公报 删除关于日本这一表述 什么表述呢 就是设立东京 在东京设立联合 这个联络办公室 这个部分 看到北约之前可能很自信 尤其是美国很自信 因为他们先把这一段叙述呢 是放在这个文章中 可能呢 他们堵着北约31个成员国 没有意见 大家签字就过关了 但我们看到马克龙是坚定反对 不愿意去扩张到北约以外的地区 所以这个部分是受到了删除 这是相关报道 另外这些都是一些分析了 我们看文汇报 文汇报呢 这里就提到 坚决反对北约东进亚太 同时对于这次北约峰会当中 对于中国的针对性的字眼 汪文斌说 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 是如此 那另外呢 大公报这里有一篇分析说 日韩澳不过是北约的打酱油看客 我怀疑他这个可能是写漏字了 写漏字或者是他在做编定校正的时候 这没看到 其实应该是日韩澳新 因为这四个呢 你可以说印太四国 也有人认为是亚太四国这种报道的一个说法 在这次也参加北约峰会了 但是呢 当然文中分析说 他们并不是只是围观而已 而是直接被北约拉在里面当中 成为了他们实际上 就是呢 要针对亚太地区的这个棋子 所以认为呢 其实他们也是被运用 也是个看客 与此分析 另外再看这个美军 后任美参联会主席布朗上将 这个就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了 他说将加快攻台军备 确保维持台海和平现状 他自己本身是现任的空军参谋长 他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呢 在当中 大家对于两岸情势的关系 还有他如何履约的这个部分 但我注意到他当中有一段谈话了 他是说他还是要听行政当局 还有国防部最高级将领的指示 那么他是负责附和 化解美中危机 拜登大推高层外交 中国时报的报道 主要是因为克里要访华的消息 《星际日报》说 克里下周访华 中美重启气候谈判 同时也注意到 美国在San Francisco 十一夜要举行的一个大会 在中美两国元首 是否有会面的一个铺路 南华早报 今天也提到 说这个克里的访华 希望能够再为中美紧张的趋势降温 但是我们说 高层外交这个部分 不一定就能够化解中美的危机 因为我们说他结构性的矛盾因素还存在 但是两边高层保持互通 这个一定情势的 也是有一个局势上面的缓和度 会让外界这么认为 那么现在包括美国媒体 也很多在分析 主要拜登的政府的考量 他是有一个大选 他很怕这个大选议题 又激化了美中之间的矛盾 你看 像他说一套做一套 接着看 因为这个美国宣布 对于香港局势国家的紧急状态 在延长一年 终止或者是取消一些特殊待遇 外交部驻港公署就批 批判这个部分了 他认为说不论他们写再多 也是废纸一张 南华早报有一篇讽刺行的漫画 很可爱 这个美国老大就说 他说要取消 这个香港有很多的特殊待遇 这个可爱的大熊猫 这个表情很严肃的就说 好吧 或许对你们来讲 更安全的方法呢 就是你们来吧 你们 我让你们携带枪支 这是一个反凤的方式 接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朝鲜在射洲际飞弹 射程涵盖全美国 他说如果发射的这个角度 再正确一点的话 是说这个射程有这么多 另外看新报标题说 平壤射洲际导弹 飞74分钟破记录 以及韩联社有一个卫星图像 显示他们有做发射 那现在大家看 这可能是为了抗议 韩美日军事首长 他们聚首做三边的会议 但是我看 因为别忘了这两天 其实在朝鲜 金与正已经说了 受到美国军事侦察机的一个骚扰 他们有这么样的一个回应 所以显见朝鲜这次试射飞弹 又破这个长度时间距离呢 这是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 另外来看这个通胀 美国的加息是否持续 现在看新报头版 美国通胀 急回至3% 会错股标 另外大家 经济日报多了一句 说大家是不是憧憬 美国这一波的加息 近尾声 以及明报看 它这个CPI升3% 低过预期 但实际上 他们消费看起来放缓了 但这个增速还是比较快 接续呢 可能要看是否有更多的数字 去支持他们通胀 受到了和缓 否则呢 还是预估这个加息 也不是说不可能没有 另外再来看 美国已经重新评估 与以色列的关系 纽约时报的这个原文呢 是说重新评估 与内塔尼亚湖政府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美国政府 拜登 他最近对于以色列 他们运用司法 他们的司法改革 认为这个司法改革呢 可能是一个掩护 为的是让以色列呢 他们整个政治情势 走向了更偏激的方式 再加上之前 有唇枪舌剑 包括内塔尼亚湖政府 里面也有官员回应 美国对他们的质疑 说要注意啊 以色列不再是 你们美国新星 美国国旗上的一颗新星 话讲到这样 不过我们看 这可能都是表面的 打打闹闹 因为别忘了 以色列啊 他现在还是 非常强力的去依赖 美国的军售 他在军力上还是需要 另外紧张缓解 土耳其希腊的领袖 使言修复关系 这是一个好的趋向 因为他们在这次 北约峰会的过程当中 两兵也会面了 在今年初土耳其 遭遇了强政的时候 希腊是最先派救援队 进去救人 所以让关系修复 他们接下来呢 也有一个好的兆头 就是说 他们本来有一个 高层合作委员会 是2010年所建设的 他们接续呢 要开个会 在希腊北部的一个城市 他们长期以来 虽然有很多历史的情节 比如说 他们对于这个地理位置的划分 还有一些种族冲突等等 虽然有一些心结 但是两边合作 看到了一个是 他们也在开一些 试图开新局 泰国 哇 泰国这个不止开新局 它可能是个 乱局的一个开始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皮塔 因为之前这个前进党 很受欢迎 我们知道 造成那个橘色旋风 但是呢 他在 现在出了一个招 就是说他们现在政坛呢 就抓他 可能是不是有不当的一个投资 可能要取消他议员的资格 这样他问鼎总理之梦 可能是不是破碎呢 但但是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知道 对于泰国的情况来讲 大家要关注的话 这个皮塔当初是怎么上来的 那他今天呢 如果是因为呢 受到了政治上 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被取消了总理资格 那么当初上街支持 他的那波橙色旋风啊 很有可能会变成 街头上抗议的人潮 泰外长探监说 昂山素姬健康家 这是东盟十国在印尼开会的时候 对于缅甸和平进程的讨论 泰国外长说做了探讨 细节没有公布 但是是说 昂山素姬现在呢 他被派了33年之后呢 是正在上诉 另外呢 就是很多文坛界的朋友 所关注的 文坛巨匠 米兰昆德拉病逝的一个消息 享年94岁 最知名的著作之一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另外BBC 性丑闻的主角 证实是 这个爱德华兹 他呢 就是 等于算是No.1了 因为他很多重要的皇室的消息 都是由他负责播报 这就是他太太 带为声明表示 之前太阳报当中 所爆料的主角呢 确实是他的丈夫 其实作为一个名人的太太 他这个时候直面的 面对这个问题呢 这个勇气呢 确实不容易 但他提到 因为他的丈夫 长期有精神性的疾病 现在正在做康复治疗 这是一个事件的后续 各家早报也注意到 一个重要的会面 国务院总理李强 和一些科王企业的 这些领导级的 这些主管们 来做一个会晤 当中就指 这个平台经济大有可为 他希望能够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要履行社会责任 我们现在看各家都注意到 那这一次当中呢 有几个亮点 像这一篇呢 神州最前线做的一个分析 说平台企业翻身挑大梁 振内需 因为在这一次李强 他所提出的 一些重要的谈话当中呢 说有四位两在 这四位主要呢 他也提到 主要是为了一些扩大需求 新发展 为创业机会等等 这些来提供了很多的一个空间 跟新动能 两在在子 发展的全局当中 还有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新增程上呢 都提到这个平台经济大有可为 可以说是给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所以呢 现在接续再看 主要呢 在他们起到了作用之后 内需的一个提升上 接续这是一个好消息 朱雀二号升空 标志低成本应用的大突破 其实也是一个商用的 商用的实践性又往前退了一步 中国研制首枚 液氧甲烷火箭成功入轨 那么这个呢 在航天事业上 液氧甲烷的发动机说 现在成为一个新宠 因为它是清洁可再生 可持续的发展 包括美国像SpaceX呢 他们也用相关的一个技术 但是我们先成功 接续再看的就是 火箭发展的一个征程上 大公报 今天有一大篇 专题报道 说它现在分两路真空 方案首度公布 航天员着陆去 环越轨道汇湿 有些明报的标题 说希望呢 在2030年前 能够发射两火箭 之前我们也看到 其实这个星期四啊 有些火箭发射的 这个方案呢 就要做招标 希望为火箭发射呢 提供更多的路子 然后也拓宽了 大家对于商业化应用的 可能性空间的想象 继续来看 新闹日报 联合早报财新 都提到了这么一个消息 说上海人大主任 董云虎被查 而且形容一个 这是20大后落马的 最高级官员 设他违纪违法 关注这场消息 再来看2024 在台湾 国民党 或说泛蓝阵营的 内斗情况 究竟如何了 联合早报注意到 金普聪 他现在在帮 侯友宜操盘选举 说侯友宜 不可能是李登辉第二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质疑 侯友宜是不是蓝皮绿骨 但他现在做了一个否认 但同时呢 也提到说 不会换侯的 金普聪喊话 其实我会注意到 国民党目前选举 选到后来 感觉好像是 跟马英九相关的团队 在开始操盘 这次的选举 恐怕还不是朱立伦呢 那世界日报这里呢 还有包括我们看到 郭台铭这个人 接续在国民党的 大选选盘当中 到底占到什么样的位置 说国民党挺郭派 争败不复活不果 郭提三国 马超寒遂两败俱伤 这个呢 是国民党内部 有挺郭派 但是反郭派呢 就故意拿些原因 说是想要卡他 那郭台铭自己就感叹 深夜的时候在脸书上 提到了三国演义当中 著名的离间纪的那一段 所以所以呢 以此来发出他的一个心情 但是对当前的 国民党来讲呢 郭台铭也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一个 需要盘整的影响力 接续我们再做中华速报 经济日报 人民币连涨四天 离岸价曾经升穿7.17 另外再看这个 另外有财经网 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走势 掉头了吗 其实之前就是我们不具备 长期趋势性下滑的这个路轨 因为你现在受到外部环境之下 所以当前有许多的分析 我们看到 它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现在有专家料 下半年呢 受惠经济基本面趋稳的情势下呢 可能在这一块呢 会更稳定 日本排放核污水 这件事情 持续引起 强烈关注 香港这里呢 提到就说 你一排海 我这边就确定了 你十个都县水产进口 全都进 但是我们要注意 它进的这个县市 有人认为还不够 但港府强调 他们的检查会做得彻底 与此同时来看 中国查北冰洋 抵直环境 这是雪龙二号 它也是当今呢 全世界上拥有 高技术的一个科研船 它也做了一个调查 所以看到 去了解一下这个地质环境 另外加拿大放宽了 申请永居的条件 它现在呢 是只要工作一年就可以申请 完全没有任何的学历限制 我们看到南华早报 也注意这个地方 然后所以呢 在香港引起的讨论 是因为香港也想要 招揽更多的人才 所以内部的舆论 就会讨论说 那么对港府来讲 的竞争力 怎么样能够更多 更提升 但是实际上说真的 你要到一个异国异乡 去重新适应生活 都不太容易 但加拿大为什么 要放这个大招 最主要是因为 他们自己人力 真的是人力很缺乏 因为这跟他们的一些 工作的一些情况有关 很多加拿大人 希望工作的起薪 一开始就很高 他可能没有耐性 去接受这个累积 累积他们一些 工作的一个精力 那当然还有一些 生活消费等等的因素了 所以他在很多行业上 招工其实很不易 他也是人才荒 要人 人力不够 另外呢 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 关注的香港 要控烟 现在全世界多国 这好像是一个趋势 趋势因为联合国呢 也有一些目标 那在这里有一个意见 征询在9月30号之前 那现在要怎么兼 五烟世代 比如说有人说 是不是要调高 进买的年龄 另外呢 说火车头罚五千 这个我今天也学习了 什么叫火车头 就是不能让你 边走边抽烟 你想想看啊 你边走边抽烟的时候 点个烟头 在前面亮亮 嘟嘟 很像火车前进 所以他们就说 如果你看你 如果是被看到的话 罚五千 这可是港币 那是不是要加价 那现在呢 统统都在讨论当中 这个是台湾的汉光演习 怎么回事 这汉光演习 怎么会出现 这么样一张照片 我看了都不好意思放大 让大家看清楚了 大公报标题 台军演金线 性感女郎 被批作秀 说这个民众啊 可以进入战区 所以有专家就说 这个管理机制 特别的松懈 中国时报的标题 更是 他说汉光演习 就他最凶 女生的他 沙滩金箭 比基尼辣妹 网权投降了 这个真的是曝露了 在这个军事操演当中的 不够严肃的这个部分 不够严肃的